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哈喽民国112年6月11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FM98.1的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 我们想想到一个题目啊 我觉得以后啊我们尽量尝试每个月尽量 尽量安排一到两个这个专家来谈 谈什么呢 谈台湾的水果或是台湾的蔬菜 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讲 要连线的是来谈这个台湾的凤梨 我们特别连线农业试验所 嘉义分所园艺系副研究员 关青山老师啊 由他来跟我们来聊这个台湾的凤梨 那一讲到凤梨啊 大家有没有印象像我们这五六年级 五年级生啊 我记得小时候吃的凤梨啊 会刮嘴有没有 就就嘴巴会刮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现在台湾的凤梨啊 世界无敌田啊 甚至甚至周边的产业也带动周边的产业 成为一个一个伴手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什么呢凤梨酥凤梨酥变成台湾伴手里的前三名啊 那那那当然啦 有有有有有几个知名的品牌 比如说这个维热山丘啊 比如说维格丙家等等 还有这个加德啊 等等这个这个凤梨去衍生出来的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凤梨到底有多少种 那台湾的凤梨 凤梨是不是台湾原生种的水果呢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台湾真正真正的凤梨专家啊 就是我刚讲的关青山老师啊 由老师来跟我们来介绍 认识台湾的凤梨 老师在我们的线上 老师好 呃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您是台湾现在大概数一数二的凤梨专家了 所以你你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投入这个凤梨研究的领域 嗯 好那我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 那我是那个加益大学农学院的博士班毕业 那我是呃 进来凤梨的研究 我是1995年 进到我们现在的农业试验所嘉义分锁 嗯 那在服务的初期呢 我主要是跟着台湾凤梨支付 就是我的前辈哈 张青琴先生 那我们就一起进行台湾的那个凤梨的品种改良 还有一些栽培技术的一个研发 那最重要当然就是农民有些栽培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做产地做相关的一个辅导 那所以到农民解决问题 嗯 对那前前后到现在大概有将近大概快28年的时间 哇 哎老师啊那那这凤梨台台湾原生吗 不是对不对 对他不是他凤梨不是台湾的原生的一个水果 是那讲到凤梨有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一个大家大家应该耳熟能想一个人叫做哥伦布 哎对又是跟他有关啊 对对对因为哥伦布他当时到了那个中中美洲的时候中南美洲的时候他发现凤梨才带回到欧洲 所以所以凤梨的一个传播啊跟哥伦布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旅行哈先从中美洲再到欧洲再从欧洲再向世界扩散 对他从欧洲中到非洲到那个亚洲然后最后再传到那个中国大陆 所以台湾的凤梨的栽培主要是康朝康熙年间 那个就是闽南移民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带进来 哦从康熙的时候带那最早是在哪里栽种 是台湾的哪里呢 呃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台湾有很多早就比如说像像台湾的很多史书 像台湾通史或什么之类的这些史书上 呃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有记载 哦比如说像那个淡水淡水淡水 他有淡水厅是嘎玛兰还有什么侏罗什么这些凤山这些反正全省各地都有发现 他都有都有凤梨的种子的这种记录 是是是原来 所以他可以说是全省都有人在种凤梨 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凤梨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还是说从中国就叫凤梨了 最早出现就叫凤梨了 事实上好了我们事实上应该最近应该会有比较多的讯息啊 比如说中国大陆上事实上他叫菠萝 哦中国大陆叫菠萝 对台湾台湾叫凤梨 那东南亚的华人一般叫黄梨 黄梨 对真的啊 对哦 那凤梨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 这个可以查一些事实上他有相关文献 哦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叫凤的原因就是那个 我们的凤凤梨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罐牙 就是有叶片那个位置 哎呦他长得像凤的尾巴 哦哎那个会刺哎 哦老师说的那个部分 对然后那个果实的部分 嗯果实的部分他他吃起来像梨 哦所以他的凤梨这两个字凤的部分是取其形 就是他的外观 取其形 梨是取取其食用的部分吃起来像梨 像口感 哦口感像梨 形色 形色像凤哦 原来是这样这样叫的慢慢慢慢 但是已经不可考谁这样取已经不可考了 对啊有这个事实上在 也可考 文献上都有哦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事实上都会有一个凤梨主题馆有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在里面都有是哦哦太好了太好了好凤梨对台湾的这个经济 他有很大的贡献或帮助吗就是外销 呃凤梨来讲的话如果就产业上来讲我大概我都习惯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在产业创始阶段当然就是闽南移民从中国大陆带的这些凤梨进来台湾嗯那这些凤梨在台湾事实上他除了当做鲜果 可是鲜果有个问题因为也有个问题嘛就刚刚有讲以前的凤梨都要抹烟霸才能吃 对那一般可能在台湾可能早期比较常用就是他拿来做菜 比如说找凤梨草木耳啊哦那个凤梨苦瓜鸡啊凤梨虾球这一类的 他可能比较不要拿来当菜这个部分嗯好这个大概是一个阶段那第二阶段大概就是日治时期的啊那因为日本人在在台湾他要发展凤梨罐头啊有有台凤哦嗯嗯对对对他发展凤梨罐头的部分 那以前的凤梨我们一般俗称台湾本地种啊那这些凤梨有个缺点就是果子比较小哦那花枪 比较深所以你削完皮以后你还要再把那个花枪那个把它挖掉对啊那个怎么想象呢 比如说如果你们去东南或去大陆的话他们凤梨切完以后你看他们把它刻成螺旋状他就要把那个花枪挖掉哦哦哦那这种原则上就属于花枪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是所以日本人在台湾就发展的那个凤梨罐头所以凤梨事实上台湾 台湾的凤梨罐头已经寄这一块来来讲的话主要是在日本日军事实在日本在台湾对就开始发展那个凤梨罐头的这个 制作这个部分开始哦那台湾在关户以后也是延续以前就是用农业福祉工业嘛嗯嗯哦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三个凤梨罐头哦 主要的制作一个就是洋菇芦笋跟凤梨哦洋菇也有罐头对洋菇芦笋罐那个凤梨这三个作物的这种就是加工那是由那个时候再用这些来赚取外汇嘛拿来扶持台湾工业这样子所以有很成功对不对帮助台湾经济嗯对可是这个部分也就造成因为我们进入比较那个工业化以后因为台湾生那个生产成本就高了嘛哦 劳力成本高是所以呢呃我们原来罐头这个部分后来就慢慢加工的部分就外就慢慢就移到东南亚去了比如说移到泰国啊移到印尼去了哦原来所以因为有一个产业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现在为什么要看到有多鲜石凤梨就那个时候因为产业需要转型是哦那以前的凤梨加工用那我们现在的凤梨是拿来当水果用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鲜石品种的一个转变哦那这个过程 中当然就会有一些需要很多这种鲜石用的品种的一个开发嗯哦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一群这个像你们农业专家专门在进行研究一个不断的去改良去育种去创造对不对对就是说因为不同的产业会有不同的需求嗯那刚好我们刚好这样的一个转型刚好也带动了整个凤梨的产业从原来的加工转成鲜石 嗯那你去看那个全世界的趋势也是这样因为早期的呃凤梨的整个在国际贸易上来讲都以凤梨罐头跟凤梨凤梨汁为主是那事实上现在的凤梨在国际上来讲它的流通现在是鲜石大于加工品是哦哇哦都是要吃整颗新鲜的了啊嗯对我们是走的比较早的所以台湾会有另外一个凤梨一个辉煌的产业也是从 因为我们刚好从加工刚好很顺利过渡到鲜石用的这样的一个呃产业的一个转型是可是那个伴手里凤梨酥应该用量也很大哦对那凤梨酥的部分来讲我们都会常听到一个叫土凤梨酥嘛对一直要标榜他用的是土凤梨土凤梨对不对嗯对那为什么会这样标榜呢当然有几个特色啦 因为土凤梨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银种就是我们以前做罐头的开银种那哦开银种哦开银种是我们在做罐头用的品种哦那呃在凤梨酥在哎怎么讲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事实上开银种已经是在台湾都已经转成鲜石开银种种的量本来就不多了哦还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老师说的这个就开银种哦那因为开银种我们现在看到是正常开因为开银种有有有三个品种 一个是凸木系正常开银跟三菱系这三种哇那比较适合比较适合做加工的研究上是正常开银因为他的果实比较大哦他果实比较大他果实比较啊果实比较圆筒型啊因为你要机器去皮嘛你不能圆锥型就不好去哦哦有道理嘿就是他那个机器对他的特色就是因为是加工用所以他会比较有香气也比较有纤维感那因为你你做凤梨素的时候嗯对所以 刚刚主持人有有有有有谈到嘛就是啊比如说刚讲的我也是山丘所以以前就有那个呃凤梨酥没凤梨啊哈哈哈是用糖冬瓜还冬瓜糖哦哦对对对后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开始开始凤梨酥里面真的是有凤梨啊哦我老师我吃过那个像国宾饭店的那个凤梨酥它很大像金砖一样它是标榜它里面有三种凤梨三种凤梨土凤梨金砖凤梨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反正他有的是要取其香有的取其酸有的取其甜然后嘎咒会做馅确实是味道风味不一样哦嗯这个是在加工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是对的都不要把土凤梨土凤梨会有个问题就是他的酸都会稍微高一点是嗯那有现代人可以接受酸了很怪哈对那你用不同品种的话你的你是做一个比较好的黄金配比事实上他的那个凤梨馅的那个 那个品质也会比较稳定啊哦不然的话你正常来讲以台湾这种 一年世纪事实上我们还算分明嘛哦所以如果我都开玩笑讲如果你是真的纯纯凤梨来讲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冬天吃起来的凤梨酥会比较酸啊哈哈哈哈还跟天气啊那天的凤梨酥会比较甜啊所以那个品质就很很不稳定啊哦所以所以高明的做法就是就是就跟就跟这个威士忌白兰蒂他用不同的年份 诈州会去维持一个风味的稳定性的一致性哈就是一个一致性原来是这样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就要跟老师有老师来跟我们讲这个凤梨的很多知识啊像大家可能不知道 台湾的凤梨到底有多少种那不知道这些专家像老师一样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去提升去改良去优化这个凤梨的品种结果现在台湾有到底有多少种我们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农业试验所嘉义分锁园艺系的研究员 关青山老师 我们聊的就是大家很爱吃的这个凤梨 那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有那么优质的这些水果 我觉得花点时间认识是好事 上个阶段老师就跟我们讲了这个凤梨的前世今生 就是这个凤梨原来最早跟哥伦布也有关系 然后从中美洲再到了欧洲 欧洲再到了非洲 非洲再到了亚洲等等这样一路 然后我们台湾 这个凤梨产业最比较发达的时候是日制时代 然后由加工然后外销 当然跟香蕉一样替台湾赚进了不少外汇 那因为产业要升级工业升级以后 那而且转型变化 大家口感不一样 好的凤梨出来了以后 大家喜欢吃新鲜的凤梨了 那罐头加上人工成本的没落 人工成本提高 所以就可能就是往别的人 人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去生产制造了 那我就跟老师请教一下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问题 老师以前为什么会咬舌头 那个咬舌头是什么 这什么原因 咬咬的 凤梨原则上我们认为 就是说凤梨 我们在吃凤梨会觉得会有咬舌 主要是因为凤梨酵素含量的关系 比较多是吧 对比较多 因为凤梨酵素本来就是一个蛋白质分解酵素 所以他在 平常比如说他可以去软化 那个我们的肉链 你可以去腌 可以可以 木瓜也可以 对木瓜也可以 那凤梨酵素来讲 所以我们在吃的过程中 如果你含量比较高的话 那你吃了你就会觉得他会咬舌 所以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刚讲的那个加工用的那个开阴种 他就属于凤梨酵素含量比较高的品种 对 那我们现在因为要先食 那先食当然刚有讲到 咬舌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我们在吃水果的喜喜 喜欢有的一个特性 不喜欢啦 怎么会喜欢不喜欢 所以我们在选手的过程中 对 所以我们在选手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尽量挑这种不会咬舌的这一些去把会咬舌一般我们就把他就把他把他剃掉 可是酵素是好东西 他帮助消化 对不对 对 酵素是一个好东西 那呃 所以有几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部分当然水果凤梨里面多少还是有一定的量 还是有一定的量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对他会比较敏感 那一般的人应该是还好 那如果比如说你你碰到 比如说你有时候刚好买到 因为有时候季节上来讲也会造成那个酵素的含量也会有一些变化 ok 那如果你说比如说我今天买到的那个凤梨 那刚好 哎好像觉得比较咬舌 那当然有几个方式 那比如说 打一个比方好了 比如说你去冬类很多人他都会泡个盐水 或者是你弄一点 他可能那个酵素的活性就会有一点 可以压抑压制他 对 就会就会变得比较比较 比较低一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像在家里的话 哎我们吃水果算 一般都是新鲜的嘛 可是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你也可以用 比如说用汆烫的方式就稍微过一点热水 让他把那个酵素活性破坏掉 哦 那其他营感原则上都还在嘛 所以原则上这样也是一个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嗯 对也是一个方法 哦好 大家有从老师身上学到了 就是你今天不信 不是不信了 就是不小心 买到了一个跟你期待口感风味不一样的 会咬会会刮舌头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看老师做法 一是抹盐 二是可能过一下 穿烫一下 过一下热水 他可能可以降低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刮舌的口感了 哎老师我们凤梨到底有多少品种 台湾的农业太厉害 每一个东西像芒果也是啊 什么都是几十种品种 台湾到底有多少种呢 呃 事实上啊 如果我们要把那个 从以前种到现在那个品种 把它加一加 可能可能二三个 二三十个品种都有 哇 因为我们有些引进来 像台湾本季种就有五种 然后台湾本季种啊 台湾本地种 哦本地种 对 我们会把那个 就是说闽南移民带进来 有五个品种嘛 一般我们讲的有赤红皮 无赤红皮 乌皮 黄皮 青叶 一共有五种 那这个已经有五种了 那日据时代 他也引了很多那个品种进来 要去筛选 做罐头啊 做鲜石 比如说 呃你们现在可能不常 不常听到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引进来 还有一个叫新加坡种 哎还有这个 真的没听过 真的没有 他他事实上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现在是应该 应该不 没有中 新加坡应该 他所有新加坡所有东西都进口 没有自己的 因为要不然他们的环境很难控制 对新加坡事实上 网路上看一下 他还是有人中了一点点 可是大概没有经济化 新加坡早期事实上是 也是中很多 很多凤米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加坡种 那这些东西 那个这样林野中有加加 可能二三十种都有 可是因为当时主要还是 早期是以加工 现在以鲜石 是 以鲜石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谈以农业试验所 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有18个品种 这是以农业试验所 开发命名的 比如说以台农系列为主 从台农1号到现在的台农23号 一共有18个凤米品种 哇 那这个是政府单位开发 那当然还有一些引进来的品种 现在还有在种植的 可能现在事实上 如果我们以市面上常见栽培的品种 大概目前大概应该还有还有十几种 为此老师 为什么要留十几种 我的意思说 大家都在吃鲜果了 那就是留下这个风味口感最好的 全力往那个发展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会留的十几二十种 这样子各自去比较 是因为市场因素吗 也可以这样讲了 因为如果我们以现在台湾主要栽培 品种最多的品种 原则上是台农17号 金钻 金钻 最有名的 金钻这个品种 因为这个品种 大概占台湾85%以上的一个栽培面积 哇 85%都是他了 几乎都是他 那其他的品种来讲的话 就是事实上就是品种的多样化 有时候 有时候你讲个坦白话 就是有时候 但一个品种你吃久了 你会觉得说怎么吃都长到这个口感 来 这就是金钻 来 看见 哇 这个这个放的太大 这就是金钻 对 这个就是金钻 那其他的品种的话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他有各有他的那个特色 那有一些不同的产地 因为台湾的产地经济栽培 大概是从台中以南 一直高平地区 一直到那个台东花莲 宜兰都有种凤梨啊 那因为不同气候条件下 事实上在不同的季节 他每个品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台湾17号这个品种 他是一个春季品种 就是三到五月的品种 哦 其他高温期的时候 因为温度太高 他品质不好 你就要有其他品种做做期待啊 哦 因为每个品种有不同的环境适应 跟特色特色还有风土条件 对不对 那刚好这个产季过了 另外一个品种 起来刚好可以替代 是这个意思啊 可以这样讲 那因为北部的话 北部比较 因为北部的话 因为消费市场来讲 还是以大中为主啦 所以在比如说在台北 你能够买到的凤梨品种 很少大概就两三个 应该是也不是两三 应该大概五个 应该至少五个以上 四五种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个金钻 就台湾17号 还有台湾16号甜蜜蜜 然后还有一个台湾20号牛奶凤梨 牛奶凤梨 对 哇 牛奶凤梨 我这里有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牛奶凤梨 对 因为为什么他叫牛奶凤梨 主要他因为他果肉是乳白色的 哦 为什么啊 对了老师这样讲 为什么果肉有的像 像有的有透明感 有的就不是像黄色的 对不对 硬硬的 那感觉很硬 有的有点金黄色有透明感 现在才知道牛奶凤梨是白的 到底这是原因在哪 他颜色是跟什么样的色素有关 像这个就甜蜜蜜 凤梨的话原则上 我们的凤梨原则上 一般都在 都是浅黄色到黄色 这样的情况 啊 这个这个颜色一般会比较多了 是 那我我们以前的 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 开阴种的时候 因为开阴种的这个 我们我们现在都挑凤梨都是 都是回到开阴种的那个习惯 因为开阴种是种最久的嘛 开阴种这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他就有一个特性就是 果肉越黄 它的 糖 它的酸度会比较低一点 可是果肉偏白的话 它原则上它酸度就会就会高一点 可是这是开阴种 开阴种的特性 这是开阴种的特性 那因为我们以前挑凤梨不是都要敲一下那个 那个声音吗 对对对 老师教一下 这什么意思 好 我们敲一下那个声音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它会分两个 一个是肉参果 一个是骨参果 肉参果 肉的声音 对就是你用你的手指头去弹你虎口的那个位置 弹虎口 对啊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比较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 那这个就属于肉参果 对对 这是肉参果 那肉参果的特性是什么 肉参果的特性就是第一个 它水分含量比较高 比较沉 果实会比较不酸 水分会比较多 比较沉 太棒了 对 那这个挑法是原来以前在挑开阴种用的 为什么 因为开阴种就是 高酸度的品种 那你水分多 它吃起来就比较不酸 比较好吃 哦 就这种声音 对 就是这种声音 可是可是这个 这种凤梨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种凤梨 它不耐放 它在常温下的时候很容易过熟 那就发酵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那个 对 它会有酒味 它会有酒味 就是凤梨的肉参果 如果它有酒味 就表示它过熟 那还可不可以吃 还是可以吃了 还是可以吃 只是会醉 只要没有坏掉 哈哈 那会不会吃的醉 没有吃很多我觉得应该还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古参果 古参果的部分就是 它的水分量比较少 它比较少的情况下 这种凤梨比较耐运输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出口的凤梨 一定要挑古参果 哦还一定要古参果 老师古参果的声音是怎么样 刚刚像肉参 就是有点空空空空空的跟在打鼓那种声音 一样啊 没有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这个我们 我们另外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我们叫做助参果条 它是比较硬的 哈哈哈 要敲柱子一样 那不行 太硬 对 然后它这个刚好 康康的 助参果 它有介于古参果跟肉参果 肉参果中间 哦 它是 它不是清脆哦 它也是一种一种 中间有点空灵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它是一个中间指 它是一个中间指 所以外销要用那个 外销要用古参果 古参果你就想一想 因为里面比较空 里面没什么水分吃起来 那敲起来就有点像打鼓那种 那种比较空的那种声音 老师 不是低沉的声音 没水分有什么好吃的啊 怎么 对 它是水分比较少 它不是没有水分 哦 那因为它水分比较少 它就比较赖运输 哦 比较不会 比较赖放 不会过手 不会过手 OK 对 所以我们外销一定得是用古参果 不能用肉参果 又上一课 你看 哦 好 那我们自己买 我们自己在买凤梨的时候 要怎么样的选择 才知道它是不是好凤梨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继续跟农业试验所 加一分所 原一系的研究员 关青山老师 聊台湾的凤梨 上个阶段就聊到了 哦 原来有所谓的肉参果 跟骨参果 那肉参果呢 比较甜 水分含量多 但是 有没有缺点 有 它比较 因为大概比糖分比较多 就比较快速 比较容易发酵腐败 不耐放 所以外销 那就得要用这个这个骨参果 那我刚刚就请问老师 那到我们一般老百姓 B2C了 这在跟水果菜 在挑凤梨 要注意哪些事情 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的 呃 好 那个我大概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说 呃台湾 因为台湾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那个季节冬天 原则上气温就比较低嘛 对 那早春的时候原则上 以地理环境来讲 高频地区的气温会比较高 哦 那所以就是说 我的一般的的讲法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温度低的时候 就是现在比较冷的时候 你可以尽量挑一点 那个水分含量高一点的 哦 因为它吃起来会比较不酸 哦 可是如果你气温已经进入 比如说以评冬来讲 三月份都已经进入比较高的温度的情况下 你可以挑谷生 谷生果啦 谷生果的特色就是 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那个纤维比较细 纤维比较细 那糖度上来讲 相对上它糖度是比较高的 可是唯一就是说 因为它的酸也相对比较高 那它需要温度高一点的时候 它酸才退的下来 你吃起来才不会觉得它会酸 哦 那就是要建立这个姿势了 嗯嗯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在挑凤梨来讲 我们都会这样讲 就是说 呃 如果比如说我们从三月 因为凤梨产季一般都从国立三月份开始 是哦 那三月份三四月你要挑的凤梨的产地的 你尽量以高平地区为主了 哦 挑地区嗯嗯 对要挑产地嗯 然后进入到四月底五月份左右的时候 大概全省的产地品质都差不多 哦 四五月就就很安全了 因为差不多了 因为在产地都差不多 温度都已经很高了嘛 所以那个品质都差不多 那你进入到六月份以后呢 那个高平地区的气温太高 那有时候比如说针对17号这个品种来讲 它品质就变得比较差 那你要选中部产地 你要选中部产地的 比如说那个呃 南投台中啊 云岭这个这个部分啊 或者是他要比较选中部的产地啊 哦 那你回过头以后 你又到了比如说秋季的时候 秋季开始气温又开始慢慢下降的时候呢 嗯 那你又要回到高平的产地 哦 可是这个这个一般在水果摊 或者是水果行 它比较不会标产地 对不对 它只多数都会讲品种 而不会讲产地 我们自己要多去问 对不对 对可能要稍微问一下 那那现在事实上 呃 现在因为如果呃 可能传统市场可能会比较少 可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到一些很多大卖场 大大卖场上面 他可能都有哦 一些追溯条码在上面 你一扫大概可以知道产地是是谁啊 这应该也没有问题 哦 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大卖场买的话就比较 可是大卖场的麻烦啊 一次买好多哦 对不对 呃 对 所以凤梨来讲 事实上凤梨在消费上还有一个问题啦 那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不会消凤梨 真的不会 而是怕手刺刀 老师会哦 老师一定会嘛 所以要戴手套 对 所以现在大概有很多地方他都会 他应该都有带销啦 你去买买凤梨应该都会 你会请那个水果汤帮你销完再带回家 应该不会自己去销啦 对啦 不会买完再自己销 对啦 对啦 老师再请问一下凤梨里面那个小小洞洞 还有那个黑点点 那个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哦好 呃 凤梨我们现在看来讲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好像很少看到凤梨的种子 没有从来没有不是很少从来没有啊 对啊 因为凤梨他就比较专业的讲法 他他自家不亲和 所以理论上呃以凤梨来讲有凤梨花的话 你看凤梨他是会开花的 好对下面就是就是他的那个花啊 那个紫色的花 那花的事实上他的花是 瓷尾熊尾都有 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两性花 那我们一般来讲 不太会看到种子 那会看到种子 大概就是我们在做育种的时候 我们要让他产生种子的 哦 我们要让他产生种子 强迫区分就对了啊 对我们一定要产生 因为没有种子的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做后续的 没有没有办法培育啊 对没办法做培育 那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常见的是 因为台龙17号这个品种 台龙17号这个品种 大概在五月份左右 五月份左右 每年在五月左右 呃时间不一定 可是他有时候就会发生那个 那个果实里面会有一些 黑色的像芝麻一样的 那个点点的 那个黑色点点 那个部分原则上是他 他的那个种子 不过这个种子是没有充实的 他只有一个种皮 他可能就是 那个黑点黏就是种子哦 对就是他 可是他这个是一个不充实的 他是没有发扬能力的 冒牌货 对他没有发扬能力 可是你外观看起来就发现说 好像就是黑黑的在那里 可是吃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他太小 这外观看起来会比较 不会影响口感 事实上他不会影响口感 不会 那种子要从哪里来的 哎没有你看看到那个那个位置 就是他他会产生种子的位置 就这个 哎那个在花枪里面 他要比如说在那个果实 有切开的部分 我看那个切开的果实 切开的果实 果实的部分 那他那个在在果实上面有一些 比如说在你看那个果皮旁边 有一个空腔 有一个黑色的那个空腔啊 有没有 嗯 然后这种地方侧面 这这切开 他有一个黑色的空腔的里面 因为因为外面那个 那个空腔是那个花枪 他会在里面的部分 他种子会长在里面 哇那一颗 一颗凤梨里面有多少种子了 老师 呃我们现在看不到 因为因为正常来讲 凤梨是不会有种子的 哦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在做杂交育种的时候 我们 如果那个亲和性好的话 我们一颗凤梨可以收到 大概一两千颗种子 啊哇 然后然后我们收下来以后就直接播种子 就可以 对 对哦 哦收下以后我们就会直接播种 不过这个是我们做育种的人才有需求了 哦 消费只能买到有种子的 他不是一个好的 不是好事 哎也不能说不是好事了 因为天然的情况下 一般正常他不太会有种子 不可能买到有种子的 嗯 对 偶尔 偶尔 因为可能因为气候了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反发昆蟲的关系 那个刺激可能他会有一些少量的种子啊 哦 OK 老师这个培育 培育凤梨品种啊 我这样看哦 比如说有的叫甜蜜蜜 有的叫释迦凤 有的叫苹果凤 有的叫蜜香凤 就太多了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前面还会灌上一个水果名啊 就他就是一个凤梨了 前面还会有苹果 然后又又又又又又又就是有不同的水果跟嘎作会 塞嘎 这这怎么回事 嘿 好 这个我大概可以解释一下啦 因为台农 我们有时候这个号码这件事情啊 我想消费者看到号码大概没办法想象 记不住 他记不住的 记不住的 这叫做释迦凤 这就台农四号 释迦凤梨啊为什么他叫释迦凤梨 把它切开以后 它可以跟我们那个大木种释迦 可以从那个果木 那个一半一半把它把它剥下来吃 是哦 它的那个吃法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 你说它的果肉可以一半一半这样剥下来哦 因为它上面有果木嘛 我们可以一个果木一个果木 这样剥下来吃哦 哦 还没看过哎 对那这个品种的话 在这个品种除了台湾种以外 还有地方也种蛮多 那个就是 琉球 琳达柜也种蛮多哦 对然后他们叫剥皮 他们叫剥皮凤梨嘛哦 他可以就剥的方式来吃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给他 就是我们想说 从这个品种可能他的 比如说品质特性啦 或者是他的一些 香气啦或者是他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我们就会用这个 我们就给他一个比 让消费者看到 容易辨识 容易记得 容易记得的名字 哦原来哦 那那还有一种像这个 像我们现在看的22号 这叫蜜香 那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那个香气 它的香气 它的那个香气跟它的口感 跟那个蜂蜜有点像 哦 哦 它有那个蜜的那个香气 所以它叫蜜香风 哦 那它产地呢 呃 它的产地原则上来讲 现在种的比较多的 还是在那个 嘉义这边就会种比较多一点 哦 哇 这个品种 它温度太高的时候 它的那个 果实的那个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它它比较不耐 不耐放 太高的 比较不太 环境的温度不能太高 哦 原来哦 这个各种各样的凤梨 有各样各种各样 像这个就叫甜蜜蜜 老师我这样一拿你就知道 它是什么品种了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 可以 可以啦 因为 那加厉害了 为什么它叫甜蜜蜜 因为第一个它当时在 当时在命名的时候 它是比其他品种的糖度更高 有多高 它的糖度原则上也可以到十七八度以上 然后这个品种是目前在所有品种里面纤维最细的 甜蜜蜜 是所有凤梨品种纤维最细的 对 现在的栽培品种里面纤维最细的 那也就是说口感比较柔嫩了 对 那种的好 事实上它的果肉吃起来有点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真的假的 入口即化 那还要用刀切吗 不用了 你还是要把皮削掉 OK 甜蜜蜜 大家记好了 老师那这个几月的时候最好 甜蜜蜜 甜蜜蜜的产地原则上 我们是四月到七月 所以 现在它的产地原则上会是在台南比较多 台南的话 可能我们会比较建议大概在四月底 哇那过了 四年五月初的时候 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好那已经过了 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现在应该应该应该是应该是尾声 应该不太容易找到 好那刚刚前面老师有讲过牛奶 牛奶牛奶牛奶 牛奶是最近开始要 牛奶大概是现在要开始要开始上市了 对 牛奶很怪哦 它的它它削开来 胖胖短短的 是 矮矮的哦 那它的特质呢 除了颜色像牛奶以外 口味会比较牛奶哦 呃它还是会有一点 我认为啦 如果它的那个成熟度够高的话 原则上它还是有牛奶的那种香气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它是怎么育的啊 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用灌奶粉哦 没有 它不是 因为因为我们有其他很多水果 它为什么叫做牛奶什么 比如说 牛奶翻湿流 或是牛奶枣子 它是因为它栽培过程中 它可能用的这些 比如说奶粉的一些 对 去做发酵的做成那个营养的物质去灌嘛 对 可是 牛奶凤梨不是啊 牛奶凤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 果肉是煮白色的 只是这个原因而已 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说 它如果成熟度够高 原则上它是会有带一点牛奶的香气 所以它还是那个品质特性啦 它不是因为管理过程中 你加了什么灌的奶粉 灌的那些 可是有其他的水果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其他的水果很多是因为管理过程中 你有加了一些那些刚讲的 灌溉施肥的时候 加了一些牛奶奶粉的元素 对不对 对 它的加了这些发酵 因为它都拿来做成 比如说有机翼肥 那当原料用嘛 那它灌的这些奶粉 或是牛奶的发酵后的这些 这些怎么样 就是这些肥料以后 他就说就叫做牛奶什么什么 哦 其实只要合法 然后没有食安上的顾虑 大家去多试试也没什么不可 老师这个名字好特别 金桂花 对 因为它会叫金桂花 原因是因为它有桂花的那个香气 为什么 是什么过程中 让它孕育出这样子的品种了 事实上我们在 做育种的过程中 本来就会有 会出现很多的那个风味跟口感 那因为凤梨的的组成香气 大概有 一两百种的那种成分 那所以很多 它很多配比可能就会 形成一些不同的风味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叫金桂花 是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最新品种 台湾22叫芒果凤梨 为什么叫芒果 芒果凤梨 它有两个特色 一个特色 一样它还是有芒果的香气 另外是另外一个主要特色是它的纤维 那纤维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芒果那种纤维感 这个就是就是芒果 可是芒果很细啊 这就是芒果凤梨了 对这个就是芒果凤梨 那当然吃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凤梨理论上 芯都可以吃 那个中间那个芯都可以 有人特别爱吃中间 对 那如果你要 你要吃二 三要吃芒果凤梨 要吃起来有那个芒果的纤维的话 那个芯要把它另外切起来 不然因为芯比较硬 你跟那个果肉纤维混在一起 你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 不到不到位 因为你又吃到硬的地方 你会觉得好像吃起来没有那么那个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芯的部分 切起来另外吃 你果肉另外吃的话 果肉吃起来真的就 芒果的那种纤维感 老师那个芯 为什么芒果中间会有那条芯啊 那这到底应该算是他的什么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我们继续跟台湾凤梨的专家 农业事业所嘉义分锁园艺系的研究员 关青山老师 来跟我们教我们认识台湾的凤梨 台湾的凤梨太多太多 如果包括了农事所他们去育种成功的 那就18种了 如果再加上其其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 进来的可能市场上 市面上 或现在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可能有二三十种了 那上个阶段我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说中间的这 像这个是金桂花品种 也就是说他的风味可能会有点桂花的香味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中间这一条 在吃凤梨 老师说这 老师你说这中间这一条应该叫做什么 在结构上他有个名字 好 凤梨原则上因为它是一个多花果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凤梨上面每一个果木 它代表的是一个小果 哦 它是一个小果 所以中间上来讲 如果我们站在植物的那个结构上来讲 它是一个等于是它是一个 花絮肘 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果都着生在这个肘上面 所以早前来讲开花的时候 它就是 它是一个花絮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 因为它又在果实里面 它在果实里面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比较 常把它称作它叫果心 就是果实中间的那个心 硬硬的 的部分 可是这硬硬的也有好吃跟不好吃 台湾的凤梨原则上我们的凤梨理论上 果心都可以吃 比如说我们台湾实际上金钻 它的叉底那个心是脆脆嫩嫩的 所以它原则上是整颗都可以吃的 对 那跟国外品种就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主要的外销品种是MD2 这个品种 那MD2这个品种它的果心就不能吃 那果心很硬 甘蔗一定要硬 所以那一定要切掉 这个一定要切掉 那要怎么咬 然后牙齿都要坏掉了 对 所以一般来讲MD2这个品种果心是不吃 一定要一定要挖掉 老师请问一下 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台湾之光 比如说稻米 比如说台湾酿酒现在也有也出现 台湾咖啡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在世界上得到很多高分的 凤梨有没有在世界比赛里面 凤梨有没有在世界得高分的这个品种 水果的部分好像会比较 比较少 少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比赛 那米茶叶都有 对这个 这种加工品好像比较会有 那因为水果这种东西它受限可能 它的环境 它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月份 或是什么 每个产地 它可能变化上来讲 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拿 拿这块田的凤梨去比赛 比赛完了以后 我要再买这块田的已经没有 我已经下一块地了 对 哦 我已经下一块地了 那 那个土地之间的土壤的差異 或是气温跟环境的差異的时候 有时候它的品质上来讲 还是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变化 不同 对不同 那台湾我觉得台湾目前在 鲜石凤梨的一个品种开发 我想应该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讲世界第一吧 因为应该是 没什么其他的国家有那么多 鲜石的凤梨品种 对 那我们的品种原则上 像现在主要市场在日本 外销到日本 外销在日本 那日本原来的 对 平常主要都是菲律宾的MD2 那我们这几年 台湾的 鲜石凤梨到了日本的 在目前的市场占有率 有时候大概都可以高高到 大概可以占到两成半以上 哇 很不错 那因为我们的品质这件事情 跟 跟其他国家的那个品质来比的话 我们品质都一定比他好 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台湾之光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台湾之光 老师那个 那个凤梨 我们自己在家有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这个风干 家庭用的风干机嘛 有的像抽屉的就低温 然后你把你把水果或是香菇 切片了放在里面 有时候经过48小时 它就变成了一个 自然的果干 凤梨适不适合这样做 在做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凤梨原则上是可以这样做 没有问题 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你买回来 那当然 当然最好 你要拿来烘干 最好是还是买古生果 因为水分比较少 你在烘的过程中 减少时间 比较短一点 不要费太多电 对 这个是一个 然后另外当然 还有你要做果干 有一个情况下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鲜石凤梨 纤维是比较细的 那果干因为你不添加 你烘的过程中 因为水分会变得比较少 你吃起来相对会比较硬一点 是 所以古生果又特别是 因为肉生果纤维比较粗 你烘的用它又更硬 对 那原则上大概这个 这个拿来烘 凤梨拿来直接做果干 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 因为我在想 对 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天然果干 就表白完全不添加 对 直接就是只有烘干而已 对 那凤梨 凤梨 凤梨应该身上有很多的营养 营养成分 对不对 最多的是什么 像我们奇异果就是维他命C 柏辣维他命C 凤梨呢 事实上凤梨的这些营养刚讲的那些原则上 像维他命C它也是有 它有 那一般来讲我们吃凤梨原则上第一个就是纤维吧 因为它促进一些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对对帮助消化嘛 然后有些凤梨酵素啊 那酵素的部分它虽然含量高一点会觉得有嘎记 可是它还是会有这些酵素的一些酵素在 那这些酵素事实上 它在 呃 事实上它是一个天然抗发炎的 的东西 是哦 哦 对 酵素事实上它有这些相关的一个一个作用 是 然后 呃 纤维的部分 那当然你说它里面的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啦 比如说糖分 刚刚讲有加糖类嘛 反正它也是提供热量嘛 是 那有些有机酸 有机酸有些人可能对那个 呃 对那个可能 反正大概都有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 营养素哦 营养素在里面都有 营养的酵素啦 嗯 那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很多东西 好像也不能宣称疗效 当然不能 当然不能 啊 对 所以我就比较难去讲说 没有它就是一个很天然的健康水果啊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他就一个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的 就是说我们吃凤梨要嘛 你就是那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吃凤梨 这个就是我们要吃它的酵素嘛 嗯 那我们可能要吃它的纤维嘛 哦 对不对 那可能 对那他他他里面还是有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 这些东西 水果应该有的该有的东西原则上他他都有了啊 只是只是凤梨很甜 不要吃过于不急啊 不要吃太太多有的像我以前 五六年前我那个时候是每天晚上半颗或一颗 我是真的耶 真的耶 结果血糖就就飙了哎 哎 这个我也知道很难讲啊 像我我在做 你在做这个研究 对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天天要吃 我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每天到的那一个要做选种的时候啊 一天是要吃一两百颗凤梨的 可是真的假的啊 每一次每一颗只吃一口啊 那也够啦 一两百颗一口也是两百口哎 对啊 然后我平常在吃凤梨我也是一次吃半颗啊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习惯 我是觉得还好 就也还好啦 是哦 对啊 对啊 还是你很久没去测了 哈哈哈哈 呃我血糖应该没问题 OK 那就好 那就好 那可能看人 不过我跟你讲 那个水果太甜 我们一般三酸甘油脂都会比较高 是啦 是啦 一般都是糖类糖是多的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糖 哎 老师那我们你已经做到做28年也 台湾也研究出了这种十几二十种的这个 不同品种 我们继续研究下去 还要朝哪个目标去努力啊 呃我们现在的目标大概有几个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凤梨除了国内市场以外 是他现在凤梨也是在水果这个品项里面 也是外销量最多的水果哦哦那很棒 嗯 也是外销最多的水果 所以我们最近在呃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原化一些比较耐运输的 哦 ok 是你可以把台湾 他我们可以把 台湾现在的凤梨不只卖到那个临近的这种日本啊 或者是东南亚市场 卖到更远 我们远一点我们可能可以到加拿大啦 欧洲或者是现在的那个 呃欧洲可能 欧洲可能会比较远一点啊 因为这个跟船起有关系啊 哦用船啊 那不能用飞机啊 用飞机的话 那个可能成本会相对高一点啊 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那个 冷藏货柜这样的方式去做出口 是那 呃这个可以把它当做目标啦 或者我们把它当做目标啊 是 可以未来若选到一个那个储藏期 可以到一个月以上的 那个我想可能就有可能啊 哇要一个月以上 没有我们就用精品 台湾精品水果 外销贵没关系 但是好吃 让他们就是花高单价 创造经济价值 不可以啊可以吗 可以啊啊或者或者换一个角度啊 他有这么多那个好的水果 让叫他请他们来观光买 也是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我们也不一定一定是出口 创造那个经济效益嘛 他来观光他来他来 他来也是也是那个那个花钱更多啊 对对对对 好啦这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努力目标了 就是希望希望这个协助农民生产端 然后去开发出更耐久更耐运送储存的品种 去替台湾的水果创造更高的经济产值 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对不对 让那个市场的可以多样化 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市场 这样OK 那那还有就是这个风味口感 持续的找出最佳的风味口感 持续的精进 这也是一个目标吗 可是已经都很好吃了 我觉得可能已经到天花板了会不会 老师会不会啊已经到天花板了 我是觉得不会啦 因为你知道消费者都是习惯 就是我今天吃了某一个也要吃习惯 那换一个口味他觉得会比较新鲜 比较新奇啊 可是换一个口味最后还是吃回来 就像芒果也是啊 弄了半天吃了吃了其他最后还是说哎呀 我还是觉得爱文最好爱文比较好吃 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也我也去试过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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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风箱啊什么什么那种 绿绿的长长的最后还是持爱文啊 对不对 对 不过我是回过头讲啊我觉得不同用途啦 比如说我们有些长城运输的需求用的品种啊 你让他整个市场的多样化那不可能用单一品种去满足整年的品质 跟跟跟所有的市场那因为不同的市场对象理论上是需要不同品种特性 好这个完全完全听懂了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有一群生产者还有一群研究工作者像老师一样研究工作者 每天在努力的替这个台湾的这个水果去找出新的可能性 开发出更多的市场为台湾创造更高的价值 所以这个这个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啊付出努力 这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水果已经是世界级 不管任何品种了我觉得都是包括稻米茶叶咖啡现在都是 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当然也要也要感恩感念这些在线上工作的这些生产者还有研究人员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非常谢谢农业事业所嘉义分所园艺系的研究员观青山老师跟我们连线 来教导我们指导我们认识台湾的凤梨 但是学问还是很多 我觉得你们到市场去去买凤梨买水果的时候跟老板也聊聊 看看能不能够问出更多更有趣的知识 今天谢谢老师跟我们连线 谢谢老师拜拜 嗯好拜拜谢谢大家 嗯